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自己的名字叫做well 就是很好的w-e-l-l的那个well 它画的概念跟 它是我觉得我在画这个图我的感觉比较像是简易版的paradox 它就是把一些大的细部的地方省略掉的感觉 但是画出来很漂亮 也蛮像中世纪欧洲的那种瓷砖吗 还是他们就是我画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 好 那因为今天的图呢是一个小品图 所以我就用我的可爱的笔记本 我现在发觉这个蛮好用的 像上次跟大家分享的movement也在这边 那这个也是之后跟大家分享的图哦 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图叫做well 很好 那首先我们会先用我们的针笔 画出四边形 这个图如果大家是用纸砖画的话 它就是你的正方形的纸砖 看你要分几个区块 那我今天的话我会分到四个区块 接着呢请在你的图案的正中间 每一个方块的正中间画圈圈 其实今天这个图的画法跟之前分享的很多图的元素 都非常的像 像比如说它也蛮像Huggins的 好 我这边画完之后 接下来呢就很简单 我又要开始来装我的本子了 那要怎么画呢 一样是用顺时针像是风扇的感觉 从我的边角 然后每一个都这样转进来 然后每一个都这样转进来 像这样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 接下来的每一个就是都这样做 所以我就要开始转本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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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will就画完了 真的这张图就是这么简单 他画的 他整体的感觉 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在画 paradox的感觉很像 那一样哦 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图全部都是 逆时中转 如果我今天这里是顺 这边是逆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像那个 就是paradox里面的银杏的叶子一样 就会像这样 这边再新增一行 我刚刚是顺嘛 所以我现在的话呢 就要逆 好 大家有看出来吗 如果我把这里遮起来的话呢 这边是不是就像 paradox的隐性一样 那这边的话呢 就很像瓷砖 就重复的是正反的隐性的叶子 那一样在画完之后呢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在你的图案的中心的地方 可能加上不管是阴影还是想要加颜色 甚至呢 是可以比如说你可以 像我们之前画的在里面加线段也可以 这个里面加线段 或者是你想要在里面加我们之前所学到的元素 都可以把它加在里面 它可以是一个像这样子干净的一个图 也可以里面非常的缤纷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这种重复的感觉非常的美好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哦 我逆时真话会比较卡 我顺时真话很顺 我顺时真话都不用转本子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那这就是我们第十周的第四天的影片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